哈喽大家好,我是正在走遍全国所有2844个县的十五哥 今天来到江西省福州市南城县 这是我走遍全国的第84站 十五哥走遍中国所有县,离开第83县,三明市三园区 上了福音高速,前往下一个县 下一个县去哪里呢?还没定 先往南昌方向走着 好,现在我们到高桥服务区休息一会儿 哎呀,这一上高速就像大客车一样 哇,这高桥服务区好多车啊,怎么回事 好多车 好多人 现在又到了珠阳服务区 车也不少 过来给车充点电 好,现在进入江西省了 这个是南城收费站 南城县的收费站 上面连个灯路没有 哎呦,我的天呦 这么朴素的 现在是凌晨十二点多 我终于在南城县找到了这家酒店 四十五住 今天真的是太晕了 按照计划我们从三明市上高速 然后呢,往南昌方向走 计划就是在这个三明跟南昌中间随便找一个县 大概开车也就开个一两百公里的时候 找个县城 然后呢,下去就住一晚 明天呢,就继续往南昌方向走 结果呢,第一个准备去的县城 江西梨川县 准备去 然后先查了一下这个酒店的情况 结果发现 基本上县城里没有什么能住的酒店了 稍微好一点的都被定光了 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 然后呢,走到了这个南城县 南城县呢,本来看好了一家维也纳 等我们下来准备赶去这个维也纳酒店的路上 结果这个房间又被定光了 没有办法现在只好住到这个现在的这个酒店 问了一下这个前台 现在房源这么紧张 也就是这两天的事情 应该是春运开始了 南方的人都要回北方 过年 走的这条高速叫福寅高速吧 特别多车多人 哎呀,这给我们的旅行增加 我们的旅行增加了 诸多不变了 就是现在这个酒店 我们到的时候 也剩下一两间房了 如果再来晚一点 估计也没有了 哎呀,现在紧张成这个样子 看来这个轰轰烈烈的春运真的来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们说是不是 你们说是不是 好吧,好吧,现在已经晚上12点半了 我们要抓紧时间赶紧休息了 嗯 好,拜拜 the next day 哈喽,大家好 我是正在走遍全国所有2844个县的15哥 今天来到江西省 辅州市南城县 这是我走遍全国的第84站 现在在南城县 南城大道 今天二十多度啊 二十六度 今天温度好高啊 后天就要大降温了 享受一下这降温前的温暖的阳光 哈喽,大家好 我是正在走遍全国所有2844个县的15哥 今天来到江西省辅州市南城县 这是我走遍全国的第84站 我身后的就是南城县人民政府大楼 今天天气非常好啊 晒的都有点发热浑身发热出汗了都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已经站到了县政府的门口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保安过来阻止我 这个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政府啊 不像某些县政府啊 门口戒备森严 好几个保安站在那里 小朋友在这边愉快的玩耍 南城县政府前面是一个超级大的市民广场 广场的中间还有一个停机坪 辅州013号停机坪 浮州013号停机坪 太旋回来 哎呀今天这个太热了超热 浑身出汗我穿了一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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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衣 那个后背已经全部湿透了 那个后背已经全部湿透了 网场上有十根滑表 很气派 县政府正对面的这个楼盘叫登高名门 我的天哪 这个有气势啊 太好看了这个县政府建的 有护城河 有滑表 啊 气势非凡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简单介绍一下南城县 南城县是江西省辅州市下辖县 位于江西省的东部 辅州市的中部 东陵辅州市的滋西县 黎川县 南连南丰县 西边是宜黄县 北边是临川区金西县 符合川城而过 整个县城基本上都位于符合的西岸 别看南城县这个名字 听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历史却非常悠久 汉高祖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零二年就已经建县 因为地处豫章郡之南 所以叫南城 从建县到现在名字都没有变过 已经有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 比辅州得名早得多 素有干地名府 辅郡望县之称 南城县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 都是州府的治所 1960年鸿门水库还没修好的时候 还能建到古县制 可惜水库修好以后 全被淹没了 南城县的面积是1698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28万人 2023年的GDP是195亿 在辅州市十一个县区中排名第三 仅次于临川区和东湘区 南城县历史上没有特别出名的人物 而同为辅州市的邻居县就人才辈出 比如王安市 又比如汤贤祖 来到江西南城县 突然感到有些疲惫 想停下来休息 不想再走了 而来到这里 这次旅行才走了八个县区 也才走了十多天而已 而南城县仅仅是我走遍中国所有县的第84县 还有2760个县区在前面等着我 万里长征才迈出第一步 顿赶前途漫漫看不到终点 有人说我到每个县只是走马观花 没有深入旅游 可即便如此把全国所有县都走一遍 已经很难很难很有挑战性 所以在南城县就用 辅州人王安石的一句诗来勉励自己 看似寻常 醉其绝 诚如容易 却艰辛 我给自己打起鼓劲 争取把这件 看似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 走马观花的小事做完 完成之时 终将令世人惊叹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十五哥 现在来到江西省辅州市南城县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建昌大道上面的大楼邮政所 现在我们进到所里边打卡 走 开个开神 西方小的湿 大楼邮政所 这在是一场 在去 你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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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把三个比那个轻一点 轻多了 轻多了 OK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OK 第84站江西南城 打卡成功 打了三个 终于打成功了 这条路是建昌大道 这个以前南城县 就叫建昌 建昌镇 现在这条路叫胜利路 好多县城里 都有叫胜利的路 这条路相当繁华呀 有下雨了 这么旺的这条路 好多县城 这条路 这么旺的这条路 好多县城 好多县城 这条路 这么旺的这条路 老街嘛 这条路主要卖衣服的 说是过年了 好多人来这里买衣服 搞得这条路好堵啊 确认过了 很多是咱俩的 我还以为这条路是单行岛的 商贸街 对呦 小莫好久没吃过甲鱼了 还想吃甲鱼吗 金山跟外公讲说 你要吃想吃甲鱼 外公请你吃甲鱼 你爸想吃 我不想吃 你要吃的时候 我顺便吃两口 我还以为你甲鱼呢 真的 真的 爸爸刚才讲话 像不像你 那你会担心的 这有点像我们上去年的时候 跑到那个县城里边 本来也是好多人 去玩东西的那里 对吧 去玩 去引楼玩那个钓鱼 对 那个徐文嘛 也是好多人 大路不走走小路 我们要来吃这个东西 吃这个水煮啊 本地人才来 我去喝东西 正好看看他们的古街 前面还有一条古 很紧 前面还有一条古 前面是什么 五城 只能在停在路边走过来了 没位置停了 看看这里的路名 这条路叫生产路 那条路叫解放路 那条路叫胜利路 胜利,解放,生产 胜利,解放,生产 见过没有? 你之前肯定没见过吧? 年早 后面还要去看 七二世 你喜欢吃 这个是平常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上唐早点 好像有一个叫上唐水粉的 是不是这家 现在我们来到南城县 这个胜利路上面逛一逛 刚刚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 感觉这条路上非常繁华 我们现在就去逛一逛这条胜利老街 过年的氛围很浓厚 小助理快点过来 来挑一件棉袄 来挑一件棉袄 给你买件棉袄 要不要买个棉袄 看绣套 给奶奶买一件 我买一件 有个解放的大衣 对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怎么样 谁也给你买件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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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买个高卫生的这种 这种就好了 那个绿大衣 现在最流行的 军大衣 对军大衣 就这个军大衣 这一件多少钱呢 大衣件120 这么贵 我不是说六七十吗 最小哪里85块钱 85你要不要给你整一点 有小孩子穿的吗 你搬那个谁 你搬那个谁 叫什么 怎么今天这么热 这里怎么这么热 我们从福建 明天你就要穿那个大衣 明天就要穿这个了 是吧 今天 来放今天 这个天就变天了 马上变天了 我两天就下雪 对 昨天我们从福建过来 还很冷 那边 好冷 今天你会叫我 叫我吧 我零下衣服 都快了 什么这个叫什么 巴里波特的扫帚 看看这种小巷子 卖春联的 哇塞 这个大红筹子好漂亮 潮南登 这啥意思 好 大红筹子好 大哈豬 让让让让 喜欢吃辣的可以来这里好好的试一试 现在我们来到了下十项阳记水煮啊 听说这家很有名 我们来这里试一试 哦看一下 啊 哦好走 好走 好走 好多人呢 好好好去走过去 行你们坐这啊我去我去我去点点那个东西啊 好了没 好了拿去 在这里 十块钱 好 鱼 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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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 immense gravity 了 刘萊 со at ids 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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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gonom 鱼啊 你支持吗 鱼啊 鱼cil Commit 黑的猪肺 韩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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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土豪用韩朽 然后在酷 我都不知道 就是那种 来来来来 先这样打出来 我见他们都在那里点 这样的 这样的 等一下你要什么 接了一堆 来开一个照片 我还以为要蘸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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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吃啊 又不是我拿了一杯 又不是我拿了一杯 但是你拿我的 我就知道 吃了一点辣 吃吧快吃吧 也不一定很辣呀 你去尝一下 少说话多吃好吗 喝一口给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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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喝一口给你吗 这什么 谢谢 好辣好辣 立刻就感受到江西菜的辣了 啊 味道是很好 但是太辣了 我受不了 我这个吃辣水瓶受不了 这个老板说这个不辣 然后我炒了滴肉 也太多吃白了 差点嗯了 太辣了是吧 我本来说不辣 吃了两口 我的这个汗呢 哎呀的妈呀 粗壳不行 好了 在这个杨济水煮的旁边呢 我发现了一个古宅 戴府地 国恩嘉庆人寿年峰 这应该是个老宅子啊 进去喵野 这已经年久失修啊 那边那些地方都已经破损了 没有人修一下 没人呢 这个是 民居还是 哇塞 这个要修一修啊 那简直绝了 这么好的地儿 后院 真的是荒废了 荒调了 哎呦 还住着人呢 好像 是不是好像还住着人呢 哦 这里写着这个南城县城 贫团 贫困群众脱贫解困 团结 脱贫解困 结队帮扶信息牌 然后上面写着他这个帮扶的对象 哎呦 这还是帮扶对象的宅子啊 这么好的宅子 这么好的宅子 竟然是帮扶对象的 可惜了可惜了 啊 吃完了 啊 吃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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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出来了 喝哪去了 地上了 这是做什么 切肉啊 切肉 哦 刀工很好啊 切的这么薄 嗯 嗯 薄一点 自己做菜吃吧 嗯 把那个 那个 我想问一下他们那家还住着人吗 那个大夫弟那里 没有没有 没有人了 空了 屋子空了 哦 刚才去了一下没人 哇 太辣了 太辣了 我吃不来 我吃不来 哦 喜欢吃辣的可以 来这里好好的试一试 绝对包里满意啊 go 这次来到南城县 纯属机缘巧合 来到这里以后 突然想起了之前上过微博热搜的一件往事 当然这件往事是一件非常小的小事儿 算不上什么大事 只是恰巧上了热搜 也恰巧被我看到 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所以来到南城县就顺便提一提 相信这种事并非南城县特有 全国各地可能也有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所以今天讲这件事并无任何特别的目的 请网友们切勿过度揣摩 这件事发生在2022年的年底 南城县有一名中老年男子 我们姑且称其为老蜂 蜂就是蜂流的蜂 老蜂喝完酒以后兴致盎然 于是约上了情人去宾馆开房聊天 这名情人年纪比老蜂小很多 我们姑且称其为小牡丹 老蜂与小牡丹在宾馆见面以后 情人见面分外眼红 在简单聊了几句后就进入正题 深入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 由于讨论过程过于激烈 双方面红而赤大汗淋漓 在紧张的激烈辩论之后 双方气氛缓和 老蜂和小牡丹达成和解 完成了生命的大和谐 就在此时老蜂突然浑身抽搐 小牡丹顿时慌了 不是刚抽过吗怎么又开始抽了 这不正常啊 小牡丹慌张之下想打120 可突然想到自己的身份 如果用自己电话打120 岂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关系了吗 小牡丹犹豫了 再三四两决定还是到宾馆的前台求助 让宾馆的前台去打这个电话 正式此举 让小牡丹遭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后来老蜂抢救无效死亡 小牡丹与老蜂的关系也随之曝光 老蜂的家属当然气不过 认为老蜂的死亡跟小牡丹有很大关系 要是小牡丹不跟老蜂那么激烈的探讨 老蜂也不会死 于是要小牡丹赔偿老蜂的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 被抚养人生活费 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的 百分之三十 同时老蜂的家属也认为 这件事跟宾馆有很大关系 要是宾馆不开房间给他们 老蜂也不会死 宾馆也有责任也要赔 小牡丹觉得冤枉的很 这事都是双方你情我愿的 以前那么多次都没事 这次突然出事 只能怪老蜂自己身体不好 而且我也让宾馆打电话求救了 小牡丹拒绝赔偿 宾馆方面说这是按照规定 正常办理入住 出事后也尽了义务 跟宾馆一点关系也没有 于是乎老蜂家属 把小牡丹和宾馆都告上了法庭 最后法庭经过审理 判决小牡丹承担百分之十五的赔偿责任 宾馆则无责任 这就是这件往事的整个经过 正所谓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老蜂做了一回风流鬼 死在了小牡丹的石榴群下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 老蜂这种死法是性还是不性呢 小牡丹们 以后你们可不要随便乱找 搞不好陪了夫人又折兵 听别人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要启发自己 南城县的这件往事带给大家什么启发呢 期待小伙伴们在评论区各书起见 祝新国地图愉快 白衣海感来拿稍微 刚刚在下面看到这边有一个古建筑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走过来看看这个古建筑 它到底是个什么 走我们进去凑近一点看 看一下 原来这里就是县城里非常有名的太平桥 这里就是太平桥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在太平桥上走上一遭保佑所有的朋友们 太太平平平平平安安 对小摄像机小摄像机 这么小啊 这样 好玩啊 好玩吧 还有人在拍照 下面有请南城县的两位美女帮我讲一句祝福的话 祝新国地图愉快 白衣海感来拿稍微 普通话来一遍 祝十五个旅途愉快 欢迎大家来南城玩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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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下到了这个太平桥下边 啊 这个是一条河 一条江 这条江应该是叫浮江 我们来到了浮江河畔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太平桥 漂亮极了 好漂亮 今天天气也好 关键是 哇 蓝天白云 虎桥 太美了 来来来 那你跟我下来 这里 我不敢下 我扶你了 因为站这儿没事 没这儿 没事 站这儿没事 我信我踩了 就让我踩了 可以的 来 信我 爸爸不让我 来来来来 手 把水放到放岸边先 放岸上先 不要拿下来 我怎么放岸上 就放在石头上 放在石头上 放在石头上 转身放石头上 好 这个没事 这儿没事 这儿不是你来的 这里可以看 沙子 你又不可以看沙子 太太脏了吧 嗯 哪里 就这儿啊 看啊 我想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里 摸一下这个 浮江的水 来来来 涼不涼 非常地涼 好 我到我来摸 好 我现在就在浮江的边上 这里就是太平桥 我现在要摸一摸 浮江的浆水 好凉 好凉啊 OK 哇好美啊 换姿势 OK 真的真的 今天天气太给力了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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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边好漂亮 淡蓝色的 对啊 那边好漂亮 天边的色 对 走我们上去上去 上电脑课涂 每次涂天空 今天颜色就出 上去我给你拍点大片 哇塞 哇塞 我都没喝 你又拿我的喝了 这个太平桥啊 非常棒 非常棒 从太平桥 往向这个圣地路 这个桥上桥的一边是给人 人行的 一边是给电动车走的 设计的还是挺合理的啊 摔了 小心 你 Nattså 不懂 有一点 的 划 那 你 不是 啊 你 我 现在我们来到了南城县的登高公园 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远处的山顶的那座登高阁 我们要登到那里去看看整个县城的风景 祥瑞 这个公园比昨天我们在三明市的麒麟山公园 看上去要好登很多 这个山应该没那么高 今天我相信你们两个都可以登上去 因为这里没有昨天那么高 走应该是从这边 这边别跑那么快 这里登山也没有个指示牌 我们现在就是凭感觉往上爬啊 不知道对不对 应该没错 怎么没力了 现在我们到半路的一个小亭子休息一会儿 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学校 这里应该是南城一中吧 好大好大 干啥好脏呢 小朋友 好脏好脏好脏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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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校好大呀 看了一下地图 这里是南城二中 哇塞 超级大 我能上 你别上了 很滑 你别上 就站在这就行了 站在这可以 好恐怖 哇天哪 你别掉下去了 吓死人了 巨型花花机 我现在上这边 上这边 小心 帅不帅 快点快点 好漂亮 好漂亮 哇太漂亮了 这里 啊马上到顶了 看这风景啊 漂亮的 太美了 真的 太美了 太美了 281 281 281 过的楼梯还很高的 到了顶了 登顶了 登顶了 啊 这个楼叫什么楼 人为风 这个楼不知道能不能上去啊 这个就是 登高公园里的那个 登高楼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上去啊 过去看一下 怎么样 感觉 不怎么样 风景呢 漂亮吗 啊 走不上去吗 这边呢 看一下 绕着转一圈 转一圈 转一圈看看 哇 灯高阁 哇塞 这里锁着上不去 灯高阁 看一下县城的风景 是什么地方 呢 是什么地方 是什么地方 的 这边是什么地方 的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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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灯高河非常有气势啊 现在灯亮起来以后好漂亮 现在来到了县城里最热闹的商场 这个商场叫什么 加加乐呀 不知道商场叫什么 反正这里有个加加乐超市 现在来这里吃点东西 吃完东西以后就出发前往下一站 这边是真的热闹呀 人又多周围的商家也多 这条路也宽山水大道 我看了一圈选择了这一家吃个汉堡 因为这里的菜都太辣了 所以给小孩子吃一个汉堡吧 点了一堆素食产品 OK吃饱喝足 现在我们准备前往下一站 走喽 现在准备上高速 这里是 大家这里是什么 树贝寨 看不到南城 南城树贝寨 就是看到了鼻子 南城树贝寨 费寨 在 울被暖家 telefon 与我想用 connecting 噥 都不墙 使用